在现在这个物欲横流的金钱为上的时代 有钱要什么没有 就像你要与少妇偷行也不是不行 只要给得出价码 但是 虽说如此 大家也是不敢过于把这个弄到四面上的 因为大家对插足的第三者总是非常痛恨的 不论男女 不过 这个问题在古代就没有那么讲究了 在古代 男人三妻四妾那是常理 不像有三无后为大啊 且 古代人讲究多子多福 可是 就算如此 正妻对于小妾这种生物总是不会太过友好的 男子女被一直是古代的思想 正所谓古代的男子可以三妻四妾 女子就只能忍气吞声与其他女子共事一夫 更别说出轨了 女子在古代出个轨的话 可就是大罪了 针对于古代女子出轨的而制定的刑罚也可谓是奇葩 不是死刑也不是任何的鞭吃类刑罚 而是晒吞并且吃账 顾名思义就是裸身势中还要忍受鞭吃的皮肉之苦 从中我们知道了古代的刑罚可谓是千奇百怪 在古代 因为阶级思想 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的严重性 而制定的刑罚数不胜数 更多刑罚也被表示是残忍至极 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就是灵池 无马分尸类的刑罚了 而针对于女子出轨的这一刑罚 后世可就不理解了 在封建思想如此严重的时候 为何不是死刑而是晒吞 正可谓是人要脸 树药皮 不少女子在经过此刑罚时 除了本身的皮肉之苦外 另外因为忍受不了 当众被裸身的耻辱自行了断的不在少数 晒吞对于女性来说 可谓是羞耻制定刑罚的人可能是觉得 人人都有羞耻之心 晒吞一刑罚就是让女子在感到羞耻之后 自己受不了而自杀 这刑罚虽说没有直接的杀人 但也是间接的杀人了 这一刑罚在清朝运用的甚广 乾隆时期平洋信令朱勒 在任职期间特制后家大棍 常对犯人施用言行 对奸刑案件更不放松 有一次审问一名女子 逆令牙役把她脱光衣服与杖则 并且当众羞辱 后来此女子在忍受不了的情况下 当场壮壁而死 除了晒吞的刑罚外 据汉书中记载 汉景帝留起的曾孙广川王 刘旭有一个名叫周姓的宠妃 十分嫉恨其他的妻妾 与自己分享老公的宠幸 便残酷打击这些妻妾 她曾诬陷一个名叫旺青的妻妾 说她在化身面前赤身裸体 并用鞭子吃打旺青 并朱击用伤红的铁牵着她的身体 旺青逃跑 跳紧自杀 昭信叫人把她拉上来 用木棍捅入她的下体 然后割下她的鼻子 舌头和嘴唇 并碰住她的尸体 昭信先后杀过十几个 对自己地位有威胁的女人 还有大家知道独孤皇后吧 隋文帝的妻子 这一位那可厉害了 除了登基称帝外 比武则天还要厉害的存在 据悉 因着独孤皇后对贡献 隋文帝杨坚为了感激独孤氏 不仅册封其为皇后 还约定二人一起管理天下 并称为二圣 杨坚每次上朝 都要带着独孤氏一起成龙脸 去朝堂上班 他坐在前殿临朝听证 独孤氏就坐在后殿认真旁听 下班后 两人又坐上龙脸一块下班 令人始料不及的是 独孤氏还提出一个 在当时看来极其过分的要求 他要杨坚发誓 不能亲近自己以外 别的嫔妃和宫女 更不能和别的女人 生下一子伴女 杨坚一时头脑发热 居然答应了他的要求 然而 老话说得好 男人的话要是能算数 母猪都能上数 有一次 独孤士兵握凤床 杨坚一时忍耐不住 就趁机悄悄地灵性了 一位叫玉池珍的后宫家里 这位玉池珍是宫中梅花院主人 既年轻漂亮 又体态优雅 举手投足近邪女性的妩媚 让杨坚见识到了什么才叫女人 相比整日一副女强人做派的独孤士 可谓是天壤之别 独孤士对老公一向看得紧 见他一夜未归 马上派人去打听 得知他偷心的时候 马上露出醋魄本色 叫上一干手下就去收拾 玉池珍这个横刀夺爱的响三 而杨坚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 一到早就大摇大摆上朝去了 独孤士来到梅花院 见到玉池珍二话没说 救命手下拖出去棍棒伺候 可怜的玉池珍虽然妩媚功夫了得 但铁布山的功夫却没练过 不多大一会儿就从一个楚楚动人的美女 变成了血肉模糊的尸体 消息传到杨坚的耳堆里的时候 他惊呆了 好歹自己也是个皇帝 连个过门的想老婆都不能碰 不仅大声哀叹 吴贵为天子 不得自由 这就是汉语自由一词最早的出处 直到独孤士死后 杨坚才彻底获得自由 不过已经年过花甲 此时 南辰灭亡 轩华夫人与荣华夫人等几个爵士美女进入随宫 想想自己浪费的大好青春年华 杨坚觉得十分可惜 于是再次发飙 左拥右抱 日夜享乐 不想由于杨坚年事已高 超负荷的灵性 不久就病倒在了龙床上了 但是 如果这样你就以为厉害了 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死有时候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 生不如死那才可悲 知道吕志玛 汉高祖刘邦的妻子 据悉 本来 刘邦与吕后的感情本来是不错的 但是在夺取了天下之后 情况却发生了变化 刘邦又娶了妻夫人为妃 吕后比妻夫人大多了 妻夫人与刘邦一夜情食 只有十八岁 是一个未出阁的小家碧玉 而吕后自然就成了黄脸婆豆腐渣 年老色衰究竟敌不过年轻貌美 在这场妻妻争宠大战中 妻夫人开始占据上风 刘邦每次外出都由妻夫人陪侍 而把吕后丢在后宫 此时 本来已定下吕后生的儿子刘盈被立为太子 妻夫人却希望让自己十岁的儿子如意能够继位 刘邦也不看好刘盈 觉得性格不像自己 而如意却很聪明 有自己年轻时的样子 当刘邦把自己废太子的想法拿到朝中商议时 如果不是有口吃的大臣周畅冒死利剑 妻夫人也许在这场妻妾争宠大战中就能够夺得最后的胜利 后来 妻夫人又多次向刘邦提出立自己儿子为太子的事情 但年老的刘邦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因为在吕后的精心策划下 太子的势力已形成 没有办法废了 年幼的如意被迫离开京城到三千里外的封地为王 刘邦死后 刘盈继位 史称会帝 登上皇太后宝座的吕这卷土重来 他干的第一件事情是把小三妻夫人罚为奴隶 并让人用钳子把他的一头绣发筒筒扒光 再罚他去冲米劳动 献每天要冲一十米 如果少半生则要打他一百棍 据憨书记载 自知命运不济的妻夫人悲从心中来 子为王 母为鲁 终日冲 伯木长与死相武 相隔三千里 谁当时告辱 谁知吕后闻讯 心生不济 把妻夫人的儿子如意又进京城 暗暗把他堵死了 如意死时是蹊跷出血 连以称递的刘盈也于心不忍 大哭了一场 用王的礼仪将同父一母的如意葬了 嗜好隐王 但就是这样还不解恨 吕后最后用仁智之行把妻夫人活活给弄死了 自己的兄弟死后 刘盈很悲伤的 但吕后竟然让他去看仁智表演 刘盈也不知仁智为何物 便跟着太监去看了 七弯八绕到一间厕所里 看到一个血人 四只全被砍了 眼珠被挖了 剩下两个血窟窿 身子还能动 嘴一张一张的 真是惨不忍睹 刘盈便问太监这是什么 一听是七夫人 她差点被下淹了过去 原来 吕智对七夫人下了毒手 失了酷刑后 又给她硬灌了药 让她听不见 说不出 半死不活地扔到了厕所里 刘盈因为受此惊吓 从此也不敢治天下了 终日饮酒作乐 仅做了七年皇帝就驾崩了